賣魚肉 賣魚肉 沒有門外的魚 這魚怎麼賣一斤五毛錢 四靠 怎麼這麼醜 想像死人啊 四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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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魚肉 媽媽來了 小魚肉 媽媽來了 啊 她是怎麼隔壁村德 她呀 死了兩個老公 她可是真能克服啊 你們說她那個爛臉 果然會穿蕩呢 不許挑選我媽還有弟弟 我媽是世界上最美的媽媽 哎 臭沒事 主要沒錢 有錢受傷也能治療 哎呀哎呀 快來快來 走吧 我先回去了 浩浩 您跟弟弟一起回去 好好哄哄他啊 媽 弟 你是不是偷媽媽的錢呢 我沒有 我就是拿錢去治我的臉 要治療也要等媽媽回來啊 不能思思拿錢 快把錢給我 他回來也不會治我治的 他只喜歡你 誰說的 媽媽對我們倆一樣好 平安婦也是一個啊 那時候沒有 你看我幫你還是一樣的醜 讓人嫌棄 他絕對就要去治我的臉 說什麼 這幾個錢也不一定夠啊 等媽媽回來吧 你放著你別管我 你放著你別管我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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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啊 出什麼事了 怎麼了 爹爹 爹爹 你去哪兒 杨阳在城里结婚买了房 我手头上也没什么钱 就卖了房 给他分摊分摊 你儿子有本事了 到城里去享福音了 如果浩浩还在 也该和杨阳一样了 浩浩是个好孩子 可惜了 杨阳在城里买了房 你以后的好日子 长得来 牧总 上次对巴斯家族迁属的百亿控制项目 已经开工了 我让你找到人找到了吗 牧总 信息太少 仅凭因为平安府实在难找 还有黎叔的特征 目前没有完全合的力 可惜了 很多事情我都忘了 停车 停车 副总 您没事吧 没事 您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 哎 干什么呢 您好 我是想 哎呦 什么玩意 臭八怪 赶紧走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捡垃圾也不看看什么地 你误会了 我儿子在这买了房子 还会我过来住呢 哎 你儿子在这买房 啊 你骗谁的你啊 你看看你这样 又臭又脏的 我告诉你啊 这里没有垃圾赶紧 赶紧走 你真的误会了 我儿子真的在这儿 哎 我都跟你说了没有 他这里不让进 不让你 不让他 哎 哎 谁叫点人的 赶紧领走了 刘洋 爸 你跟我们说买的是富士 这看起来也不像啊 爸 他这儿的房子 哎 小子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然然可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长大的 你小子可得给我上点心啊 为了让你配得上我们家然然 我可是花了不少钱 治得好你脸上的烧伤啊 爸 你对我好我都记得 我肯定千倍百倍 对然然好的 小杨 我们之前说好的是四居室 现在才两居室 你说看看 这能行吗 妈 这个房子就是个过渡 我保证 将来一定让然然住上连排别墅 先别说那么远 一年内你看能行吗 嗯 妈 我男人你还不相信吗 刘洋 我相信你 妈 没问题 这里 让紧 不让紧 我跟你说的这不让紧 不让紧 赶紧走 谁这样的人 你赶紧领走了 爸 我公司有文件要去 然然 咱们小区后面有个花园 你带爸妈站着 爸我先走了 爸妈 我们去看看吧 走吧 妈 你怎么来了 别 别捡了 妈 咱们走 咱们走 这咸鱼干好好的 我特地给你做的 赶紧给我收拾干净了 别连衣裳我业主出行 杨阳 你的脸 妈 我的烧伤在医院治好了 哎呀 城市就是好啊 技术很发达 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多怪妈没本事 都没有钱 行了妈 你说你带乡下这些东西来干什么 城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让人家看见 你先笑话我们的 好 妈知道了 妈 你突然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这不老家的房子卖了 才给你攒够了买房的钱 现在也没地方去 就想着来找你 妈 这城里的房子有多贵 你也知道 就咱们那点钱 也就够买的一居室 我跟然然两个人住 我都很勉强 哎呀 没事的 放心啊 妈知道你刚成家 也不容易 妈回去 找一个工作 是我没出息 对不起了妈 我说什么呢 妈这不是好好的吗 能干活 你啊 好好照顾然然啊 谢谢妈 妈 我还有事 时间不早 先走了啊 你先忙啊 妈自己没问题的啊 走走走走 我什么活都能干 搬东西也行的 骨头累的 去去 咱们好 还想应聘 你没事吧 小伙子 小伙子你没事吧 停血疼 停血疼 去那边休息一会吧 走走走 好 有没有好一点了 这个糖你拿着啊 有需要的时候吃一块 我还要找活干 我先回去了啊 哎 怎麼啦是不是又低血糖了 怎麼樣好點沒 啊 不是 你弄好了下一趟 哎 小伙子 你好点了没有 我好多了 我是想来感谢一下 小事 哎呀我想问一下那个冬瓜糖 哦那个冬瓜糖是我亲手做的 很卫生的 当时我大儿子小时候啊 也是低血糖 我就会习惯性的放一点在身上 大儿子 啊 对 我原本有两个儿子 20年前我大儿子他 要是他现在还活着 应该也和你一样大了 阿姨我能看看你的脸吗 啊我不好看的 我会怕吓到你没事 我就是觉得你 你很胖 我当你来是聊天的快点干活了 哎 小伙子我得干活了啊 不好意思 你站住 好 小伙子 妈 妈 杨阳 哎啊啊 我我还想找我 不是认读着哎我马上回来啊 杨阳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你看这个哎呀我又不认识字 你忘了这什么 这个是保险老人保险的盒头哦 现在城里的老人都买这个老的好有个保障 所以我想着给你也买了一份 哎呀 这个他妈身体好好的 你你不要老费钱啊 要把钱啊留着自己花 妈 杨阳 杨阳 刘阳 婚礼要办了你车也没买财力也没给 我爸妈说了少一个都不让我给你钱 杨阳 你放心 我今天一定给你答复 怎么了 没事 工作什么事啊 这个保险我已经把钱交了人家是不退钱的 嘿嘿你这孩子 实在说 什么事能有您后半辈的重要 看我已经帮你打字钱 你在这摁个水面就行 对不起了吗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需要这笔钱才能和人人结婚 才能在城里立足 才能不被他们嫌弃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哎杨阳 人家把女儿养大不容易 你可得对媳妇好一点啊 哎啊 我不要钱 那点钱够干什么 我自己留着啊 哎 进 副总 你要的资料我找到了 他队长 我对了 去查一下我和他的DNA 要快 是 马书本 马书本还有个儿子 叫刘阳 他应该是您的弟弟 听说他过两天结婚 二岳父讲文的公司 最近还在跟集团子公司接洽用着试影 给他投资两亿 就当是见面礼 毕竟以后是一家人 是 我最后一个投资小路经理 哦 对了 莫总 过两天您弟弟婚礼 你要出席吗 当然 我弟结婚我和他相认 也算是两春其美 大家这边请啊 给您介绍一下这台车 它的外观就非常华丽 特别能彰显您高贵的气 谢谢啊 然然 要不我们换一辆车好了 不嘛 我只要这台车 好好好 一定 一定 合同定了 既然 到哪公司拿到两个一起的投资 真的吗 那当然了 你爸可是海诚首富啊 莫总的清点的合作对象 莫总 又不竟然认识莫总 您这条大队得报警 哎 小子 您可得更加努力啊 啊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车不错 就在台了 上个最高配的好的跟我来 奇怪 怎么听到了杨阳的声音呢 看什么了 快走连里边是归在哪 哎来了 啊 莫总 我们那人没在酒店找到马书分离 他应该已经进去了吧 但是经理说他在工作没有时间 还在工作 他难道不是要今天刘阳结婚吗 去查一下他的个人资料 啊 要最详细的 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宣布 刘阳先生与蒋欣然女士的婚礼 现在正式开始 让我们有请天阳新郎登堂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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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新郎有什么想说的吗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岳父和岳母 爸妈 是您二位 把然然抚养成人 并且同意我们的婚礼 谢谢 我听说了新郎是由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 今天妈妈也来到了现场是吗 当然 我的妈妈一个人含辛如苦把我养大 没有她 就没有今天优秀的我 妈 是您的无私奉献 教会了我什么是爱 是您 宫小照顾生病的我 杨杨 你再坚持一会儿啊 马上就送你去医院 是您日夜期看着我 杨杨 杨杨 妈 这两个鸡蛋 记得吃哦 如今 我有了自己的小家 我会用一生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我会让您 过上全世界最幸福的生活 看来是你 在我心中 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相信你们看到她 也会被她折服 也会赞美她 欣赏她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老子妈妈上台 这位就是我的妈妈 这位就是我的妈妈 接下来有请两位新人给双方做你的面 爸 妈 您真漂亮 像明星一样 谢谢儿媳哥 妈 小时候生病过敏 都是您没日没夜的照顾 是我照顾生病的命 您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会让您过上全世界最幸福的日子 杨阳 你是不是弄错了 你不认妈妈了 哪来的风婆子 滚开 杨阳 我才是真的妈妈呀 我才是真的妈妈呀 柳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爸 他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娘娘 娘娘 那是你妈妈那我呢 我是谁呀 我真是劉洋的媽媽 劉洋的媽媽怎麼可能是你呢 我真的是劉洋的媽媽 楊楊你說句話 你說句話 你說句話呀楊楊 有完沒完 真的你好醜啊 好醜啊 你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你說哪來的醜八怪 太醜了 楊楊 你為什麼不要媽媽了 媽媽做錯什麼了 劉洋 你告訴我 這個醜八怪到底是誰 展然 我不認識他 他不是我媽 這才是我媽 那他怎麼知道你叫劉洋 他肯定是看到了大廳的海報他才知道的 劉洋 是誰喊心如果把你養大 你就這樣報答我的媽 是誰每天天不亮 就起床給你做飯 是誰照顧生病的你 是誰為了供你上學 每天打三分共的 劉洋 這到底怎麼回事 劉洋 楊楊 親家 你這是要去哪 這不關我的事情 我就是他起來的演員 怎麼回事啊 難道那個醜八怪真是他媽媽 哎 小子 是你跟我們說 你媽在國外做生意啊 我才覺得你和我女兒家是匹配 我才讓男人嫁給你的 爸 我知道 知道 你知道個屁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啊 這個瘋婆子說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是真的吧 我沒有騙你 我媽在國外工作太忙了沒時間 所以我就找了個演員來 你也聽到劉洋說的了 他媽媽是高分貴女 身份高貴 就算不是剛剛那個演員 也不會是你這個臭賣魚的 你生臭魚心吧 你生臭魚心吧 牧總結果還沒有出來 不要冒然行動 嗯 楊洋一說句話 楊洋 一說句話 保安 給我把那個騙子拖出去 我真的是劉洋的媽媽 兒媳婦 我真的是 楊洋 我呸 撒飯要照著你自己什麼德理 還當我婆婆 哎 媳婦 我雖然醜 也很窮 但我真的是劉洋的媽媽 閉嘴 我看你是來額錢的吧 我可以給你錢 你趕緊給我滾 夠了 別再浪費我時間 你不就是想要錢嗎 啊 拿錢 你幹 我不要錢 我只想要參加我兒子在我內想要 嚇死你 啊 立刻投機員 馬上出報告 是 楊洋 我含心如酷二十幾年把你養大 我寧願虧待我自己我也從來不虧待你 為了你結婚 我把老家的房子賣了 給你買房 這些你都不認嗎 楊洋 房本 楊洋你說過 房本上 會寫上我的名字 你們 你們只要看一眼房本 就知道我說的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趕緊走吧 不要在這兒幹什麼呢 楊洋 你不是說這個房子賣給我女兒的嗎 媽 當然是我買的 是我買 大媽 別胡說了 趕緊 走啊 你叫我什麼 你說我是誰 怎麼 我不想害你走啊 夠了 把房子給他 寫著他做白云夢 啊 沒想到你這麼蠢 這種房子 這上面 是不是寫著馬書芬的名字 馬書芬 你痴心妄想就算了 確認還是個真眼瞎 這房子是劉揚買給我的 上面清楚的寫著三個字 蔣欣然 怎麼可能 像你這種人 這輩子 怕是都沒有命到你自己的房本上 楊雅 這房子是我賣掉房子賣掉地給你買的 你怎麼可以執行你媳婦的名字 你趕緊走行不行啊 都說龍生龍鳳生鳳 就你這德性 怎麼可能生出像我女婿這樣的一年才劇 楊楊 人家說 兒不嫌母寵 狗不嫌家庭 你真的嫌棄媽媽了嗎 乾媽 求求你了 你趕緊走行不行啊 我怎麼趕緊滾啊 楊楊楊楊楊 別叫了他不是你兒子 我有證據 我有證據 這是楊楊給我買的保險 上面有我的手印 還有楊楊的名字 他不是我兒子 為什麼會給我買這份保險 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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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啊 瘋婆子 這上面寫的是你馬數分借貸一百塊 是 限期一年內 連本代息全部還清 這不可能 我沒簽過這個東西 怪不得你死皮賴臉的要跟我們判清 但是這額錢來了 一百塊 別說本金了 說這利息把你賣了也還不清 楊楊 你不是跟我說這是保險嗎 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把所有的錢都拿去給你結婚 我連老家都沒有了 他媽 我求求你你別胡說了 你趕緊走吧 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希望保險你害我 我讓你走啊 既然他不是你媽媽 今天大鬧我們婚禮 你是不是應該給我一個表示的態度 既然 這樣不行 怎麼了 捨不得 難道說他真的是你媽 他不是我媽 但是這樣不行 有什麼不行的 是他鬧了我們婚禮再先 哇 真的是他媽 各位親朋好友 非常遺憾的告訴大家 今天的婚禮 取消 不能取消 不能取消 他真的不是我媽 他不是我媽 那你就證明給我看 證明啊 快證明啊 楊楊 為了結這個婚 你連媽都不要了嗎 你別再逼我了 劉陽 我給你兩個選擇 你笑吧 你把這個瓶子砸了 要了 咋在今天婚禮取消 你選擇吧 劉陽 你在猶豫什麼 如果你跟這個女人真的有關係 就別想做我們蔣家的女婿 哎呦 把之前在我們獎上拿到好 都給我還回來 傻子 你別忘了 是誰把你這種破臉給治好的 楊楊 兒子咋吧 天大雷屁啊 啊 說 副總 DNA顯示馬數分的確是你猛性 還有劉陽的個人資料已經發到您手機上了 我沒得學啊 看你們誰敢動他 看你們誰敢動他 這誰呀 我也沒信過 沒事吧 沒事 孩子 你是誰 夠了 我的婚禮是戲台子嗎 每個人都要上來唱一出 把他們給我趕出去 啊 猜你們誰敢動 這不關你的事你趕緊走吧 空胖子 沒想到你還挺有魅力 算你的小白臉挺豬頭 你說什麼呢 有什麼事衝我來 不准給我欺負的 既然你要多管閒事 那就別怪拳頭不長眼子 孩子 這不關你的事你趕快走給我上 哇 怎麼這樣子 他們讓你受 我要你們一個一個 全都還回來 小三 你懂不懂規矩 敢在我獎家的場子撒爺 規矩 你跟我提規矩 你在這公然羞辱一個長輩 你有什麼資格給我提規矩 你說句話呀 他們都欺負你老婆 你啞巴了嗎 尤其是你 為了自己的面子竟然放任他們羞辱自己的母親 你還是不是人啊 我查過你的背景 你哪出過什麼國 你的名牌大學世家出身都是假的 而你劉揚 出生在豐收村就是馬叔芬 就是你的母親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敢騙我 這不是個東西啊 媽媽 不是 我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你你個騙子 人你別走 你走開 你竟然讓我 差點嫁給你家的底層人 不是不是 忍忍 忍忍你别走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都不要了吗 忍忍你别离开我不能没有你啊忍忍 我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不是 这么多名格你看着 这婚要是莫及的 我讲这个名字王哪个 行啊 事业至此 你想娶我们家燃热也行 不过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跟这个丑八怪彻底断绝关系 改姓姓蒋 从此以后 只能孝敬我们 杨阳 你真的要为了你媳妇 不要骂了吧 笑 你可别忘了 她脸上的伤疤是我治好的 相当于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感性解不过分吧 而你呢 你除了拖累她 让她被人耻笑 你还能带来什么 你要是真觉得你还是她的亲妈 你就远离她 别拖累她 更别拖累我们 爸 非要断绝关系吗 小赵 小赵 我告诉你 我们蒋家的公司 已经拿到牧师集团 两个亿的投资了 你跟着我们 下半辈子 吃喝不愁 我可是看在你和我们家 欣然已经交往都日的情分上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希望你 不要不吃食物 杨阳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这是有我的命啊 刘洋 投胎你不能选择 这是你第二次机会 难道你要跟这丑娘过一辈子吗 哈哈 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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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既然你选不出来 那我就来替你做决定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刘洋录罪我蒋家 可这个女人再无瓜葛 你闭嘴 你凭什么替她做选择 爸 妈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不要逼我了 她一个人不容易 我可以不联系她 但她只有我一个儿子了 别让我们断绝关系好不好 不行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 我的亲家是个丑八怪 我蒋家的脸面 王大哥 我求你们了 我求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能没有她 妹子 你就等她死了 妹子 我们一样是当妈的 请你体调体调我 我可跟你不一样啊 只要不让她跟我断绝关系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给你们跪下了 别跪 他们不配 小子 这是我们蒋家的主场 你别他们给脸不要脸啊 孩子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了呀 你别管了 不不 您还有一个儿子 不 您还有一个儿子 您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你小时候给我的 你 好好 是我 好好 我的儿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不可能 刘洋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入赘我们蒋家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拿到牧师集团 两个亿的投资 你要是跟着我们 以后那是前途无量了 好一个上市公司 那你也不想想这两亿是怎么给到你的 因为我们的公司前景好 我能力强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人 个屁 我不懂 从现在开始 你的两亿投资没了 哎呦 牧师集团会对你蒋家这些全面封杀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生死由你来定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就让你们俩 哼着出去 李特助 立刻取消对蒋家的投资 并且三分钟之内 我要你冲箭在我们里面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先完蛋 你说的是牧师集团的总裁 穆泽铭 你说的是牧师集团的总裁 穆泽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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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那个丑八怪的妈一样会骗人 我说你是不是演戏也多了 脑子净死了 恭喜恭喜 翔总 今天你的双喜临门啊 我亲自给你送合同来了 以后还得你在牧总面前 多多给我美言几句 小子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还有你们 都给我好好看看 这个就是牧总清定的投资项目 这上面有牧总的清水签名 你见过吗 啊 我说你这个小手精灵是怎么当的 我刚刚已经把投资取消了 你不知道啊 怎么回事 他是谁 一个演戏的小丑罢了 不用理他 李扬 你现在怎么选 爸 非得断续关系吗 摩囊废 来人 把这个丑八怪 给我赶出海城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看谁敢动 刘洋 你觉得你好吗 好 既然你不认这个妈 也别怪我不念手足之情 刘洋 你有这种手足能有什么用 如今我爸是牧师集团的合作方 负责名清点的合作对象 碾死你 就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 没错 是吗 我还不知道我们牧师的合作方有这么大权利 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谁先黏死我 我说过 这个公司 取消 你胆敢死了 莫总亲的签的合同 甲婆命了 还要知道的 都得玩完 这不是两个月的合同 赔得起吗 你个疯子 你个疯子 那如果我就是牧泽民呢 全场的人都知道 牧总是年轻有为 短短三年时间 就把牧师集团干到全国第一 你一个穷小子 小子 你肯定知道牧总从未露灭 还敢冒充他 我告诉你 牧总的名分是冒充不了的 那你既然知道他从未露灭 就凭什么觉得我不是他呢 就凭这个穷犯的丑发怪 生不出牧总这样的青年才俊 你再给他他去试试 好 你给我等着 我告诉你 这赵董马上就到 他可是牧师集团的股东 他一到 你们全部完蛋 喂 赵董 您到哪了 这里有着冒充牧总 好好好 我等着 我等着 听到没有 赵董马上就到 你们的司机到了 赵董 他不过是我们牧师集团 小小的股东 你看他敢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跳类 我再要看看今天谁先落 好 还有他 放开我 妈 别 别 放开我 牛羊 你搞清楚状况 杨杨 是他 是他在吹牛 跟我们没有关系 求求求求求求求 放了我妈吧 你想清楚了 是选我蒋家 还是他们哪个骗子 你们放过好好的话 我向你们道歉 我想我该道歉 要是你跟我们喝几个头 我可以考虑 放过你这个新儿子 敢让我妈下骨 你还不配 你 我说过 今天欺负我妈的 我一个都会放过 是谁呀 敢敢冒充木头 哎呦 赵总啊 你可怕起来了 哎 就是他 我们已经把他盔制住了 赵总 这小子 胆大包天 他定敢撕了牧师的河头 什么 刚刚撕了牧师的河头 你们死定了 现在 没人敢帮你 他还敢冒充木头 看我怎么治他 各位 你想给我治我 哎 赵总 您看 他还敢直呼您的大名 闭嘴 他说我打断你高腿 嗯 走开 哎收嘴收嘴 哎 没事了 没事 找到你一定是搞错了 这个丑八卦的儿子 那怎么可能会是牧总吗 就是 这就是骗子 他怎么可能是牧总 闭嘴 我 全完了 赵伟 是谁给你的胆子在这作为作福 木头 误会 误会 我 我也是被欺骗了呀 他们讲的 他们怂恿我 他们欺骗了我呀 你还狡辩 要不是你无能失职 这群人家怎么敢在这这么嚣张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助攻 狄特助 来 羞辱我母亲的人 你知道怎么办 的客气 牧师解除与蒋家公司的投资与合作 全行业封杀 谁敢与蒋家有来往 就是跟牧师集团 过不去 是与你销售经理 降为普通员工 牧总 如果有眼不得太散 给我眼看着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从现在开始 你们蒋家没了 牧总 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这一次吧 求求你 求求你了 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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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瞎 我求求你 你原谅我 我不是让我是出生 我不可能 你蒋家实在明明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 你都是骗子 这一切都是假的 人啊特别是你 你这么浪漫的连亲妈都不认 你还是人吗 我没有 没有 你做了这些事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你对得起人良心 对得起妈妈那个窝囊废 你妈 是我鬼迷心窍 是我太突如怕富贵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 他为了钱给你借贷 为了结婚 帮着外人来欺负你 这样的儿子 您还要 我不是 不大坏是为了 为了做财力钱吗 做不够财力钱 他们脚下就不会做我的靠山 我就是重怕了 我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我不想再给他们脚固体 爹 我有什么错 我有什么错 你想往上爬 过更好的日子 这些都没有错 但是你错就错在不择手段 六亲不认 为了攀龙父母 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认了 你还是人吗 我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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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我之前就说过 你们打在我妈身上没一拳 没巴掌 我今天都会好好跟你们算账 出来了 哈哈 哈哈 关门 来妈 这些都是给您准备的 嗯 好 好 小时候 你最喜欢吃糖醋排骨了 哎 谢谢妈 快尝尝 嗯 以前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吃得到糖醋排骨 你还常常因为这个 跟你弟弟闹别扭了 也不知道你弟弟现在 怎么样了 好好 你弟弟他 放心妈妈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如果你想见他的话 随时吩咐下人就行 哎 没事 好 好孩子 来吃饭 我给你夹一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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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啊 还钱 大哥 我前几天不是刚还了钱吗 你们这是要干啥 你现在那点钱 年利息都不够 今天 就先把利息跟本地给还上 否则 快就到海里喂鱼 大哥 就一天 我没那么多钱 还不上 哈哈哈 把他丑家给绑了 虽然老了点 但是 明天还值点钱 哈哈 哈哈哈 你干动我你给我打啊 啊 啊 住手 他欠了钱我来还 哈哈哈 我妈一直在找你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 我走 站住了 我们毕竟是你的家人 我还是你哥哥不能不管你的死活 咱妈呢 咱爸 回家 回家 你什么我没起了死家过的呢 他们确定是什么呢 木总 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还可以 你 你怎么 木总 没什么事我就先去工作了 你不用提我就不说 我现在也只能提供一份保安的工作给你 就这样 我理解 木总 当保安 我心里挺踏实的 弟弟还是对家里有缘 一段时间不见 你既然 你既然成了保安 还是牧师集团的狗 看来你的亲哥哥和亲妈对你也不怎么样嘛 然然你别这么说 毕竟是我有错在先 我妈能原谅我 现在一家人团聚已经很好了 还是这么过呢 你就甘愿一辈子当保安吗 我 再怎么样 你也应该为我做自己的孩子考虑考虑吧 你说什么 我怀了你的孩子 这 真的吗 就算不为我 你是不是也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跟我合作 拿到木泽民的家产 绝对不行 但是他这么多年打拼的结果 我怎么能害他呢 难道你想我们的孩子睡下来之后 连买药布的钱都没有吗 他是你的哥哥 他的就是你的 你有什么不能拿的 他的就是我的 没错 他的确欠我 如果小时候不是母亲偏心的 我也不会变成那里的怪物 从此自卑一生 牧总 我们查到刘洋最近一直在和蒋西埃家联络 而且蒋家还找过几个有过秦柯的人 看 给你 我这些年我做了那么多坏事 对不住你 您就 知错能改 就还是好孩子 妈 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 只要你哥和你啊 平安健康就好 妈就放心了 我哥他生意做得那么好 咱将来的日子 越来越幸福的 越来越好 就是儿子我 没啥出息 你啊 最孝顺了 放开我吧 放开我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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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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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 妈被人抓走了 快追 追 你把妈弄哪去了 不是我 你还在和蒋家联系不是吗 你还狡辩 我是跟他们联系 但我没有答应 没有想到他们会把妈抓走 死命不开 我还在相信你会变好 说了我没有 在你眼里 怎么这么不堪 对不起 我们的人跟丢了 给我不惜借大家 要找到我妈 蒋心燃 你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儿子陆泽民 害我一无 不许可救 我要付出代价 我要夺回我失去的一切 娘 当家是犯法的 你给我命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蒋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过街老鼠 娘 我要做傻事 娘娘 说你怀孕了 你要当心 怀孕 我怎么可能怀你儿子的镜子 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 我杀了你 蒋小姐 她死了 赎金都没了 这赎金也不是非得人活的才能 然然 杀人是要尝命的 可以这样做 那也是好 没关系啊 等你那两个儿子来了 我把他们都杀 然后 再放把火 把这里的一切都给烧了 谁知道是我杀的呀 不要 你们把我开的怀孕 谁也逃不掉 不要 你杀我可以 你不要碰他们 求你了 我求你了 他们不是很爱你 那就让他们直接见到你的尸体 给他们你大提醒 你不要伤害他们 哈哈哈哈 他求你了 你一家三口 他就会再比虾团聚了 哈哈 你疯了 你现在没什么用了好好休息啊 哈哈哈哈 妈妈 等我来 我来我这笨子了 你别说 我求求你 你帮我妈 她的是你牧总的妈呀 我怎么可能那么简单放她 只要你放她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好 给我一个一 我给你 亮亮 妈 好好 那已经是半只脚 满入棺材 就值得你给我花了很多钱 妈 妈 只要你安全我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值得 亮亮 我再提脸家问你一句 你到底要不要跟蒋家一遍 你马上就还有一个意义了 你可以开开心心回去继续做你的臭龙宽序了 蒋家 这是你和蒋家商量好 要骗你哥哥的钱吗 我没有 妈你相信我我没有 我要怎么相信你当初为了帮上蒋家 连自己的亲妈都会不认 可蒋家不就是一群之河吗 我没有 妈 我没有 如果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 我不得够死 你如果觉得一个亿不够的话 那我就把他们统统解决掉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了 继承应事的财产 先从你妈开始 先从你妈开始 娘 娘 我真的没有吗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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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好好 赵家们 你出来了 你要认清楚立场啊 我们家的事你也有份 抓住我请问 你放屁 听这个 跟我合作 拿到慕泽民的家产 他是你的哥哥 他的就是你的 你有什么不能拿的 好 我答应你 妈 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假装答应他们 不是为了保护你 为了保护 保护慕总 你现在说这些谁会信你啊 啊刘洋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跟蒋家 跟蒋家就能继续融华富贵 跟他们就一起死 去啊 杀杀呀 杨洋 杨洋 不要犯活动 杀了他 来呀 杨洋 你清醒一点 打车我 小时候为了钱你可以偷鸡摸托 感到我为了钱连亲妈都不要 现在 为了钱 那亲哥都杀吗 你闭嘴 他们把你当家人了吗 杀个人杀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 我呀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谁呀 这是你们谁敢动他们 我跟你们骗了 我救救了 你 你当我儿子 杨洋 你不要当我儿子 不要 不要 既然你烂你补上墙 我替你送回车 安正的 杨洋 你送我来 你别动我妈 妈 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了 成什么墙 你送我来 你这么想死是吧 老子满足你 哥 替我消失咱妈 我不是个好弟弟 我也不是个好儿子 妈为了我才受那样的罪 我就一直在埋怨你们 妈 对不起 儿子来生在消失你 去死了 不要 等一下停停 等一下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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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洋你没事吧 哥 这是怎么回事 牧总人呆到了 牧总 什么生意关照我 讲学让人给你多少钱我输三倍 帮我演出戏 好 哎呦对不起你 我让他们演了出戏为了 试探你的真心 太好了 妈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啊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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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你醒了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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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感觉怎么样 没事 杨洋 杨洋 杨洋呢 他受险绑架 已经被带走了 杨洋 你还有孩子 骗你的 他亲口跟我说 他没有怀孕 这样也好 我就彻底能跟你讲下断绝关系 杨洋 你还年轻 会遇到更好的姑娘 妈 我现在就想 怎么一家人好好的 我很害怕 害怕你们又离开了 妈 您别瞎想 我们不会离开你的 妈 我想出去闯一闯 务市集团还有很多的工作岗辈 只要你想 我都可以给你安排 哥 谢谢你 但是我不想这么怂下去了 我不能一直这么没出息 就指望着你和咱妈 是我害得咱妈 没了老家的房子 我想出去拼一拼 再怎么样 你要把妈把老房子买回来 好 娘娘长大了 是个顶天地地的男子汉了 那我就等你 飞狂腾达的样子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跟你唱 对了妈 下周我有一个很隆重的商会 我想邀请您一起参加 我想向大家介绍 哎呀 我一个农村老太太 哪适合那种地方呀 到时候会给你丢脸的 您放心妈 有我在啊 没有人敢说 什么 牧总 全球商会主席路易斯 下来飞机就不知去向 没有一个公司见到他 他这次带来的百亿订单 也将诉求我们国家与国际的深度尖叫 据说他这人形势谨慎 现在估计正偷偷调查 各个进来问世吗 不走 结果吩咐下面人请深选事 老板这是什么 大葱 达宗和乔宗什么区别的 老板 大葱啊 大葱啊葱白啊比较香甜 那小葱呢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一些 您想要煮什么菜呢 我想做糖醋排骨 啊 那你就选小葱 我们中国人呢炖汤炒菜煮肉都是选他 谢谢大家 你是不是还要买排骨呀 是啊 那我带你去 哈哈 走 选排骨也是有学问的 糖醋排骨啊要选肋排 肋排的肉肉质比较细腻 这样烧出来的排骨啊 口感比较嫩 这块就挺不错的 哇中华美式果然不大精神 你是不是还要买调料啊 对 那我带你去 好谢谢大家 那边 那边 好 好 啊 谢谢大家你的财谱 我会 会家人生学习的 我叫鲁一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名字很土的 没什么好说的 那什么呢行啊 你在中国我第一个好朋友 我要 仔细集下来 我 我叫 马 马淑芬 好美丽的名字 跟你的人一样 那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牧总 这是我们这一步精心准备的菜单 到时候先打过行为一提大主 清智保证 可以 注意一下每个人的公平情况 避免出现数 是 但是牧总 我听说几个公司有做西餐 跨国菜 日料的 我在想 要回当天能不能打些差异吗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好好吃饭 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 遇到一个外国人 中文说的可好了 还说啊 想吃地道的家常菜 我想啊 这外国人 会不会想吃中国菜啊 老夫人您不知道 外国的中国菜是改良过的 不正宗 而且 我们的口味 跟老外也不一样 不会啊 那个外国人 很认真地寄了菜单 还买了很多 香醋啊 酱油等材料回去 说难得来一趟中国 想吃最地道的家常菜 外国人 妈 你记不记得那个外国人 叫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 土豆丝 行 那这次咱就做家常菜 牧总 会不会太冒险 毕竟和法国菜日料相比 不是一个党次啊 说实话 这些年谈生意 我去过不少国家 吃遍了山珍海味 但是最让我想念最喜欢的 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 食材短圈 我和弟弟总是嘴餐 妈妈呢 就用同种食材 做不同的味道给我们吃 我想啊 中国菜的魅力就在于 万变不离其宗 这不正是体现我国智慧与文化的 最佳媒介吗 牧总说的对 我这就去安排 妈 我还想请您帮我做件事 帮我做个菜 再做顿饭 你是让我长厨吗 当然了 我怕那些厨师啊 做不出家常菜的精髓 好 我一定做好 不会让你丢脸的 路易斯是全球商会的会长 这么重要的宴会怎么能交给穆泽明 是啊 在座的各位 谁都比他有资格来当这个东道主 各位都是商界的元老 但是有句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沐泽明 你小子别太狂妄啊 狂妄也是要有资本的 如今 穆氏集团是全国市群第一的公司 我凭什么不能狂 各位 请坐吧 你年纪轻轻 凭什么做呢 今天的宴会本来就是我做东 我就该坐这 一点都不谦虚啊 我们三个驰骋商界的时候 你沐泽明呢 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做白日梦吗 想当年 我们几个驰骋商团 风光无限 也是你能比的 当年我们那个架势 就他 连给我们提鞋的资格都不够 提鞋 妄想 我看他一眼 都嫌浪费时间 沐总胡说话 不代表牧师主要就怕你们 你们只要给我擦了眼睛 好好看清牧师的实力 那是让我们说的无地自容 没话可说了吧 好汉不及当免勇 如果我提起当时你们在命之后来 局上全方面碾压的经历 是不是太像你们那边 还是那句话 无论当年你们有多厉害 在如今的牧师面前 只不过是一堆过时的魂蚁吧 如今你们几个加起来都斗不过我们的牧师 扫啥 各位 品品就玉露金鸣茶 什么玉露金鸣茶 花里不少 华尔不识 你这牧师集团也跟着茶一样 中看不中用了 可不是吗 这个牧师掌门人呐 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你呀 就是一个被收养的故事 要不是看着老牧总的面子 你今天连着门槛都进不来 救 要不是老牧总啊 救你 还不知道在哪儿 乞讨睡大街呢 现在牧师集团有了今天 完全是老牧总的功劳 我从未忘记奶奶当年对我的恩情 如果没有她我二十年前又死 但是她既然把牧师交给了我 我便有义务担持这份责任 我也从未公布她对我的期望 我说的句句属实 牧师集团能有今天 是我步步为营 紧跟时代的结果 而你们只会沉浸于过去的风光 不思进去 被时代淘汰了 又能怪得了谁呢 笑话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老牧集团 纵观商业史 谁不知道我们的名字 你拿牧师集团来压我们 你推吗 我凭什么不配 三年前是我力往狂澜 拯救牧师于水果之中 并把牧师推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上 谁敢说我牧泽民没有能力 不配高你们一同 既然你们都没话说了 那还是我唱财团寒吧 服务员 糖醋排骨 特制红烧肉 外婆灰锅肉 麻婆豆腐 这也太寒碜了吧 是啊 这路易斯是何等身份 世界商会的主心 你给他用这样的家常菜 真是丢人现实 那刚才还黄金鸣茶呢 现在 番茄炒鸡蛋 我看牧师集团表面风光 其实早就被诸空了 难怪这么口门 你们别给我太过笨 老板子在说话 什么时间轮到狗叫 你 你们这个菜 不配给我们吃 哎 你听说了吗 路总认了一个亲妈 听说是又丑又穷 大四还不是一个 难怪啊 有其母就有其子 穿的人母狗叫 那骨子里啊 就是一副穷酸样 你谁啊 怎么那么丑 出去 哎呀 名不虚传呢 这就是 牧总的 妈咪啊 究竟是真吓人呢 我是不是 又给浩浩丢脸了 阿姨啊 您这个长相 跟牧总这么像 该不会 你就是牧总的妈妈吧 不是不是 我怎么会是牧总的妈呢 我只是过来帮忙 好好 别认我 我会给你丢脸的 妈 没什么好丢脸的 您就是我妈 这位就是我苦苦追寻 多年的亲生母亲 马书芬女士 马书芬 还马书芬女士 你看这张烂脸 你得看看这张脸 真是母子连心啊 各位老板 我知道 我这伤疤有点吓人 你们可以笑话我 但是你们不要嘲笑我儿子 妈 如果你们想真的与牧师集团争斗的话 就拿出点真本事 而不是在这儿 输入一个伟大的母亲 就凭你给路易斯先生的菜单 牧师不用斗争 马上啊 就要完了 这上百亿的项目 非我莫属 来人 上礼物 这是我送给路易斯先生的琉璃翡翠龙 这是我的璀璨 叶明忠 还有我的狼牙红马麒麟 我们每件礼物都是中华文化价值连城的宝贝 接下来啊 就看你这廉价的饭菜啊 出丑吧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菜单有问题 我出什么坏主意了 给你丢脸了 相信我 陆路易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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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到中国 哎呀陆路易斯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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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可别吓到外国文客了 欢迎欢迎欢迎 好好丢脸啊 好好 我去厨房看一下啊 去看 哎 牧总 你好 你好路易斯先生 欢迎来到中国 不用客气 上菜 路易斯先生 您知道今天的接待宴 您吃什么 不知道 当时很期待 哎 路易斯先生 你千万不要期待 你越期待呀 就越失望 这一座饭菜 是灯柜上饭做的 人人都会做 陆总 你也太抠门了 这路易斯先生都来了 你看你这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看 路易斯先生的脸都啥了 穆泽民完了 他不但丢了穆家的脸 还丢了我们全国商会的脸 冲击以后啊 他就没法再混下去了 路易斯先生 从这一桌饭菜就可以看见 不是集团 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 路易斯先生 不好意思啊 来人 把这桌菜给我撤下去 路易斯先生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点小礼品 请你一笑纳 这些 我都不要了 太珍贵了 哎 这点是小意思 长得这么丑 进来干什么 还端着一块排骨 丢不丢人呢 你什么你 赶紧把你这丑毛怪的妈妈带出去 赶紧把她抬出去 听说牧师集团要完了 妈妈都出来饭店当服务员了 大姐 大姐真是你啊 大姐 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啊 你还记得我吗 你就是菜市场那个外国小伙子 对对对 哇 好开心 你还记得我 哎 你的糖醋排骨做出来了吗 哎呀 失败了 东方美式不打精神 哎 你快尝尝我做的糖醋排骨 哇 这些 你都是你准备的吗 是啊 这些都是我妈亲手做的 在我心中啊 全世界的山珍海味 都比不上我妈亲手做的发生菜 尝尝 嗯 真的好吃啊 大姐 你手艺非常棒 来 快坐啊 不用不用 坐坐 妈 没事 坐坐 哎 试试 哎呀 啊 你喜欢吃的话 再多吃一点啊 谢谢 路易斯先生 你喜欢中国美食 但今天的菜啊 只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 加糖菜而已 我知道 中国美食里 有许多的山珍海味 但是 我就是喜欢这些加糖菜 让我感受到 家里的温暖 大家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实现了我的愿望 让我吃到 这么好吃的家常菜 不不不 路易斯先生 这个床啊 做的菜不干净 不能吃 不能吃啊 够了 我刚刚都看到了 你们在戈壁 欺负 武总和他妈妈 用东西话说 当时欺人 我非常不喜欢 什么 你在观察我 没错 我这次带来了 白衣饼大 我非常懂事 好啊 怪不得我们几个 一直打压你 你却跟没事人一样 原来 你是在这儿 让我们出丑 那只不过是你们 露出了福利委吧 姓牧的 您真是居心破特 路易斯先生 你这张订单呢 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如果说签不下来 我们的企业就完蛋了 我只宣示 平行短暂的合作和办 路易斯先生 我们是姓牧的陷害的 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当你们对大家的羞辱 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 人不够谋下 当时你们嘲笑了他的样子 让我很失望 我认为我们三回 不是要你们 这些虚伪的人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三个被出来了 我们错了 你们错了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错了 改造天的不是我 而是母总和她美丽的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夫人 我们错了 你不能让她把我们开除 我们要是被除名 我们就完蛋了呀 夫人 我们不能被除名 路易斯 要不就先放过他们吧 我们还有一句老话 叫 浪子回头 金不换 我想啊 需要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大姐 你的胸壞 真是很宽广 看到你的面色上 我就不出名他们了 但是这次合作 他们绝对不能参与了 我这次合作 就是选择 牧师集团 老夫人啊 真是慈悲为怀呀 菩萨心肠 菩萨心肠啊 谢谢夫人 谢谢谢谢 来吧 你慢点 胖胖啊 你们公司的庆功宴 我还是不参加了 妈 这次要不是您 我不能顺利拿下这个订单的 这个订单啊 是我们公司 迈向全世界的第一步 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的 妈也没帮什么忙 一些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 哎妈 你怎么不穿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和新鞋呢 身上衣服都这么倔 我身上的衣服虽然旧 但是穿着舒服 您就是爱省钱 现在儿子有能力了 可以给你买最好的 老夫人 您先在那边休息一下 牧总还有些工作要忙 他一会儿回来找您 好 辛苦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我先走了 嗯 这是好好的公司 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滑倒了 那可不太好 我得把它擦干净了 谁来里把水桶放这的 谁来里把水桶放这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只是想把这里擦干净了 那你不知道 向牧总解释的 你听我跟牧总解释 大妈 你是不是搞错了 就连我们都不一定能见到牧总呢 我知道他工作很忙 哎我可以见到他的你们有什么话 我可以帮你们转发的 够 你凭什么 好噁心啊 好噁心啊 对不起啊 我我也不是有意要下你们 好噁心啊 我怎么不想这样 我也是火灾的受害者 噁心啊 你拿个袋子把你给我吵上 哎哎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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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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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大妈 我给你取个名字吧 以后你就叫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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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不太懂 什么叫 死哥 我叫马书芬 大妈 Sick 是我们给你取的名字 姑娘 我不大喜欢这个名字 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名字 哈 还你取什么 我给你取名字 就是你的龙姓 我给你取名字 就是你的龙姓 大妈 我们女总监给你取的是英文名呢 英文名 什么意思啊 就是 愚蠢 傻 哈哈哈哈 傻子 姑娘 如果我哪里得罪罗 我可以向你道歉 别总是姑娘姑娘给我的叫 叫女总监 哈 女总监 那你下个国道歉 毕竟我当然可是因为水桶 差点就有尊头 鬼 再怎么说 如果年纪也比你大吧 给你下跪 哪个是吧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谁年纪大就尊贵 而是看地位 对吧 对 你的倾斜工 就能给我下跪 姑娘 错了 一箱还有一箱高 你根本看不起人呢 看不起 我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朋友看不起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想看的 别碰我 所以说你身上有多少细菌 我 我没有 我洗过手的 好了 是不是不想干 你这样的乞丐都给我放进来 我不是乞丐 我 我儿子让我过来的 你儿子 你当这里是菜市场 什么妈妈都都能进来 姑娘 你怎么能瞧不起人呢 大家都是平等的 平等 你跟我说平等 这位 可是我们牧总的首席女总监 就要是 昨天还是未来的牧总夫人呢 她是好好的女朋友 那我不能得罪她 免得到时候好好为难 姑娘 我错了 这样吧 我给你赔一双鞋子怎么样 赔 哎 我这双鞋可是花五万块买 你损失只有一年 不够 这么贵啊 没见过世面的江八郎 这个是补持的最新款 他用一土包子呢 知道什么名字 这没有这么多钱 这样吧 当你的鞋擦干净 我整一点灰尘都没用 你赔不起的话 那就让你儿子来赔啊 丑八怪的孩子肯定也是丑八怪啊 我们公司有这么丑的人吗 不准你这样说 我儿子 我儿子不信丑八怪 那那那你儿子过来啊 我带我看看 他端什么丑呀 不行 好好在忙 我不能打扰他 怎么 太丑了不好意思 见了 我去 大妈你谁啊 长这么丑就不要大白天出来吓人 哈哈哈哈 你主管 来的正好 我看你是不想当了 连这种乞丐都给我放进来 你谁啊 讨饭去别墅讨去 我不是乞丐 是我儿子让我来的 他让我陪他在家庆祝宴 庆祝宴 庆祝宴 来牧师集团庆祝宴 都是各界名流 你什么身份 有这个在这 我看你就来公司去 商业机密的 总监说的对 快点交代 我没有 你主管 我好好收他的事 不然跟财团愣过 我拿你说的 啊 我没有 你主管还愣着干嘛 收啊 快点把东西交出来 快点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啊 妈这么生 不知道有没有病毒 快点交出来 这有必要吗 老人家人类这么大 我们要这样刁难他吧 呦 这个活不耍将士 要不 你来天涯 你以后 你放开我 快点交代 住手 你放开我 我 导致 啊 總裁 這個老乞丐 不過我身上說進來找兒子 其實是混進公司 卻取商業經歷的 媽 就請回來吧 莫總 我都是為了公司演練啊 為了公司行銷 公司有讓你仗勢欺人 讓你看不起人 隨意踐踏別人嗎 我告訴你 你們今天的獎金翻倍 全是因為我媽 因為她剛幫牧師集團 拿下了百億訂單 今晚的進公宴 就是被她開的 怎麼可能 她一個蠢蠢 怎麼會辦得到 小子女之間交往靠真誠 而你沒有這種品質 從現在開始 你被開啟了 並且 我也讓全行業將你放下 讓你再也找不到一切現場的工作 莫總 我說的 你看看我都是做的 就把這麼多年份上 你能碰我 你能碰我 看在你老員工的份上 我對你已經夠容忍了 來人 衝進去 阿姨我錯了 你原諒我 我的貴的 莫總 你聽我解釋 莫總 還有誰 剛剛欺負我媽的都給我站出來 沒有人承認是嗎 那我一個個算賬 說了莫總 說是那個女總監讓我幹的 我現在他要鼓勵我啊 這麼天堂 到底誰顧容的你啊啊 自己給我當一局啊 顧問 你們總沒有份兒嗎 好好好 好好 算了 他們也不是故意的 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吧 好 謝謝莫總 我告訴你 並不是因為你們今天欺負的人是我媽 我才這麼大動干戈 而是人人平等 不管是外面的乞丐 還是像你們一樣的白領 都沒有隨意踐踏別人的權利 如果再有下次的話 他就是你們的想說 我再給你們介紹 他就是我的親生母親 馬書芬 跟他們說 這家菜還不錯 試試看 你也吃 別餓著啊 對吧 媽 哎 您看一下 這是我給您挑選的幾套別墅 看有沒有喜歡呢 您要不喜欢的话 我可以买块地皮 设计成你喜欢的样子 到时候啊 你可以先住我那儿 等房子好了再搬过来 不用那么麻烦 多麻烦我 你为了我们辛苦大半辈子了 现在事该相逢的时候 妈妈不苦 只要你和杨阳都好好的 妈妈就很知足了 而且啊 妈都这么大岁数 住在城里啊 也不是很习惯 我还是想啊 回丰收村主 那我就把老房子买回来 杨阳说了 他会买回来的 我们要信任他 不然他会多想的 也行 弟弟们也可以 我这几天呢 想回村里看看 我这两天可能没有时间 这样吧 我让我司机啊 开最好的车送你回去 也顺便买点礼物 回去看看详情们 哇塞这车好漂亮啊 这比我的爹真见过 叫什么 飞巴赫 好看 哎呀 这笨哪都是这笨哪 这笨怎么是你啊 这笨真的是你啊 我以为是哪个大老板呢 你去城里一趟就班了 我知道 一定是杨阳赚的大钱 给人买这么漂亮的车 这是浩浩的车 浩浩 刘浩 浩浩没死 我们相认了 哎呦 真的吗 你真是太好了 当年他落水啊 被好心人给救了 一定是你家基福了 宝天爷不忍心收他 这些啊 是浩浩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感谢大家 对我们家人的照顾 原本啊 他想亲自送 但有事耽误了 就让我来 我原本啊 想一家一家 给你们送过去 既然大家都在这 那就在这分了吧 不愧是浩浩 没浪漫呢 真可惜 谢谢 哎 叶儿呢 他家男云出事了 怎么了 他男人的公鸡干活 就三楼摔下来了 公鸡不肯出医药费 现在还得现医院躺着呢 可是怎么哭 叶儿叶儿啊 叶儿 舒芬 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 我们家男人在等着我救他 我就一分钱又拿不出来啊 叶儿啊 公鸡吉人自有天相 会没事的 你别太难过啊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以前 你不是总是羡慕别人有金镯子吗 现在也有了 谢谢你啊 叔父 姑妹妈 你本来就有高血压 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你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啊 谢谢你 祝费 热心了 国伟家说 让你们准备五十万手术费 罗伟家没救了 叶儿 叶儿 别着急啊 我去找浩浩 我去找浩浩帮忙 浩浩浩 浩浩浩还活着 而且啊 他现在叫穆泽米 是穆氏集团的总裁 退去 你给我滚出去 叶儿 叶儿 叶儿你怎么了 怎么了 叶儿快出去 叶儿你怎么了 你别这么叫我 所谓秋生在牧师集团工地上出事了 什么 三楼啊 不会从三楼摆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 但是工早去找牧 不总把责任推的是一干二净 说是国会自己违反了安全守则 由国会担当所有责任 不可能 浩浩不可能干这样的事 什么 不可能 甚至就摆在眼前了 如果但是肯送他去大医院 国会现在还有救 你冷静一点 我去找浩浩 不会转到大医院 具体情况 让浩浩调查清楚 他想救他早都救了 现在牧师集团发布的博会早点死 他怕不会去指寻他 他是回来不会活的 不是的 好 不是这种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还在替他说话 你可就把我把他过去 我儿子不是杀人犯 压儿 你别再当啊 这是怎么了 刘压和马苏芬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吗 你们的男人是被牧师给害了 不是就算他老总是马苏芬的儿子 浩浩 也就是不哲鸣 不可能 我儿子不是杀人犯 你别栽赃了 压儿 我男人都半死不过躺在那了 你还在听你儿子说话 压儿啊 我知道您很难接受 但我相信浩浩不是坏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没有有误会 就是有钱人都是狗眼看人体 要 书芬的儿子可是大总裁 他可指望他吃香喝辣的了 他怎么会承认自己家的儿子是杀人犯呢 不是的 你们不要乱说 中心的 中心 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进那一趟城 有什么这么恶毒了 没有 我只是相信好好的为人 你也是从小看他长大的 他的为人 你应该清楚呀 好好小的时候不会 当他现在是牧师集团的总裁 有人天亮会变坏的 不是的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会让他调查清楚的 调查 调查什么 你们牧师俩不是选拟会才 还是我们家国会吧 没有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咋精神大 那你不要胡乱冤枉人呢 我冤枉人 我冤枉人 冤枉数分 他到现在还在为他那个杀人犯的儿子说话 你欺负人啊 我儿子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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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有什么误误 哎呀老天爷 老天爷你到底长不长眼啊 你怎么不披下一个雷呀 把这个坏人给我披死 可些恶人还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 你睁开眼吧 把他们给我披死吧 不是这样的 这肯定有误会 你不要诅咒人呐 月儿 天儿 不能就这么算了 是啊 你家全靠不韦晋晨两家 现在没了他 以后你们可怎么活呀 哎呀怎么活啊 不是的 你们不要乱说 月儿 我会跟浩浩说 他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你男人治病 你要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 你们才是老人 你给我滚 滚 不要 天儿啊 滚 不要 你给我滚 我给你 我真是你 这有狗才有狗 我证明 我要你千万千万 你打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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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出事啊 是 你放心啊 走 哎对了我弟子你娘 副总他上个月去了一家公司做业务 拉了清醒客户 业绩排名小组第一 老板直接给他转了设 还给他挡了双倍公司 那就好 看他的最近真的有在变化 老朋友知道了 是啊 他要是变好了我妈也少担你心 死去 我我男人命啊 我就是那个北京孩子的王宝贝的老婆 怎么了 贝斯集团出人命了 这可是大新闻啊快拍快拍 别拍了 造谣是不是 别拍了 就是他 是个孟哲民 男精狗败的东西 你让我男人加班 害我男人从公地上摔下来 结果他还是我们家男人王国伟大 我喂 牧总 他就这样去公地道事的女人 他男人是公地上农民工 回山上路从出了意外 但是并不属于后商 我们已经给了安抚兴作为赔偿了 你胡说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哪要天高黑白 有钱有什么用 能买回人民吗 你们俩心被狗吃了吧 资本家果然没有人性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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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赔钱 不让拍的是吗 你们怕了 你们怕那么包装是不是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够了 赶快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赵铁你给我站住 我赵铁我杀了你 快拦住他 别让他做小事 大姐 大姐 你别激动 想想你的家人 家人 我的男人马上要死了 就是被不自明的爱死的 我没有家人 把这我都关不下去了 我不确定来个年牌子 大姐你别冲动 你想要赔偿是吗 我给你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能还回我男人的命吗 我已经曾经说过 你出过最佳的治疗时期了 对不起 我知道钱换不过人命 但是你还得好好生活啊 这笔钱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我妈常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看 你才四十岁 不要冲动 把刀给我 四十岁 我会说 他再过几年就不在工地上干苦力 他要跟我回家去重点 他要带我去城里买好看的衣服 带我吃好吃的东西 那老贵也不希望你为了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会被人我活得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 你们能够过何日 我们全公钱都生 牟泽民我要杀了你 我杀了你 我杀了 我杀了 妈 你让他让我 让我来救命 书芬 你到底是干什么呀 好好 你没事吧 我没事吧 我认识他 让我来生命 鸭儿 你冷静一点 为什么你们可以不知多远 不去让死了老公 这狗密门 鸭儿啊 你知知道的 你们找方法长了二十年 我古都没有他呀 如果这笔杆一定要算在他头上 那让我来还吧 你也别的 我肯定没有你 所以你也都会是一样吗 穆 beats 你也会说 我心疼你 我也懂你 当年我男人头的时候 好 好好的 才刚学会走路 杨阳才在喂奶 我那时候眼睛瞎了 是你啊 是你每日每夜的照顾我 孩子 你 你还记得吗 杨阳 国伟那么好的一个人 他就从老婆 就会干活 国伟 国伟 你怎么好的人怎么就没有好抱啊 燕儿 你还有婆婆呢 她可是国伟唯一的亲人 难道你是能留下她一个人不管吗 国伟 燕儿 你不要自暴 回来了回来找你了 燕儿 谢医院不行 大医院 你一定要有机会 燕儿 啊 燕儿呀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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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谢医院来消息说 我伟伟的命保住了 你不能做傻事啊 我伟的命保住了 啊 医生怎么说的 明明是保住了 还欠一当兵手术费 你不想去选了二费 不要给他凑齐这个手术费 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 燕儿 你答应妈别再做傻事 好好地活下去 神妈求你了 神妈求你了 我答应你 不会放过我下去 燕儿 我们去医院看看国伟吧 啊 你去看国伟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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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儿啊 燕儿 燕儿怎么了 燕儿为了国伟的事 交到烂额不吃不喝 再这么一闹 她的身体就破了 你刚要一点转 又要闹出一条人命 无事转 这是最大的邪 最大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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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跟国伟 唯一的一张合照 今两天国伟跟我说 带我去城里照相关 拍一张城里冷藏 有的婚纱照 我跟她说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就不搞这个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的身体能不能够 撑到国伟醒来的时候 找着他这样 我都跟他去拍照了 放心吧 你和国伟都会没事的 管我以前 没日没日的工作 两家赚钱 现在他团在医院 我连药被他撑不起 我真的是没有用啊 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这身子都好 别招了我说 这个家 至少有一天会自力碰碎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的日子怎么这么难啊 不敢 我再 我有的时候 小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国伟在医院里还在等的钱抢救 而我却成为他的负担 我 我 我 明白的 当时我男人走的时候 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成刀 好好有助手 我真的差点就死了 但是 我想到了杨阳 我就清醒过了 我还有杨阳的男人 这样要照的我不能死 我们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月儿 你不能这么想 你看 现在好好我也是早回来了吗 生活一定会有转机的啊 好好现在有本事了 一定会帮想起来的 可是 刚刚大闹了一场 他还可以肯帮我吗 先生 我已经让李特柱去把药费付了 等各位伤害好一些 我就把他转到大医院 给他最好的治疗 报了所有的费用 李特柱已经去联系全国最好的医生了 到时候啊 我会给您一起做个全身检查 再给您一笔营养费 调理调理身子 是真的吗 好好 我刚怎么对你 你可原谅我吗 先生 记得小时候啊 你吃不上饭 是您帮我们带回来家 给我们做了面条吃 先生 我怎么会怪您呢 好好 对不起 是婶子对不起你 先生 你会这么做起来 等会稍微好一些的话 我就给你们安排工作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当初真不错了 不应该把这老房子卖了 这个是咱们一家子的回忆啊 也是你爸 留下为数不多的东西了 妈 你要相信弟 他不是说了吗 会把房子和弟啊 都买回来 我相信杨阳 实在不行 还有我呢 哎哎哎哎 你们谁啊 谁啊 赶紧说赶紧说啊 哎 你是谁啊 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你再说一遍试试 大哥啊 您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正上中介所的啊 啊 替人看房子 这个房子啊 已经卖出去了 你们赶紧走吧 过一会啊 新的环冬就来收房啊 你长得这么丑 我那个环冬来了 到时候会吓到人家的啊 人家干什么打架呀 看你们的样子 就是没钱的人 赶紧走吧 不要还爱 新房东来收房 妈哥 杨阳 杨阳 老板大叔 这位是我妈和我哥 你们是一家人啊 啊啊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老板 这个 是这个房子的钥匙 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谢谢啊大叔 哎 啊 哥 爹啊 你要我这房子买回来了 我看到咱们老宅子挂出来了 我就立马买回来 你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哎 你没有干什么坏事吧 妈 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刘阳 我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 这些钱都是我辛苦赚来的 妈 我给弟作证 他最近啊 确实有在好好工作 没有干投机木狗的事 妈 这是咱们老房子的新钥匙 妈 我不光把老房子买回来了 还有后院的那块地 我知道您惦记着 我也买回来了 这本来就是林强他们想靠着拆迁赚钱的 现在他家里出了事 一转让我正好就买回来了 咱们老房子的新房本 上面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来 开箱 马书分 哎呀妈 那咱们回家 哎 妈 你再刚回来就开始忙活 妈 你也不说一声 这些我们来干就行 你们俩工作都忙 这些小事妈可以的 你先去休息吧 你去吧 来 天都黑了 好像要下雨了 哎 妈 怎么了 妈 没事吧 她最近情绪起不大 又太劳累了 医生说 多休息会就好 你怎么要不早点说 妈 你听见了吧 你得多休息 这些活以后就别干了啊 好 妈 要不我带你回城里吧 好好 我还是想留下来 在农村挺好的 种种地 杀杀鱼 做一桌好菜 等你们俩回来 这比城里啊 来得自在 也不会给你们俩 招来麻烦 妈 妈 您别那么说 哥 妈想住村里 就让妈住下吧 妈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 城里住不习惯 咱俩就多回来看看吧 嗯 妈 您要是什么时候想去城里 我俩就回来接你 嗯 行 妈开心就行 妈 要下雨了 咱回去吧 走吧 来 来 来 哎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 你怎么了 她最近情绪起步大 又太劳累了 医生说啊 多休息活就好 你怎么要不早点说 妈 听见了吗 你得多休息 这些活以后就别干了啊 好 你怎么要不早点说 妈 妈 要不我带你回城里吧 浩浩 我还是想留下来 还是在家里好 可以种种地 杀杀鱼 还可以做一桌好菜 等你俩回来 比城里来得自在 也省得 给你们俩 偏来麻烦 妈 妈 您别那么说 哥 妈想住村里 就让妈住下了 妈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 城里住不习惯 咱俩都回来看看吧 妈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去城里 我俩就回来接你 行 妈开心就行了 妈 要下雨了 咱就回去了 哎 走吧 来 慢点 就是你们不要撑我们房子 不要撑 我看 酷酷 你们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 你们这房子啊 我们要拿来盖下 我才会更值钱 懂吗 你要是想拆我家房子 就必须从我自己上踏过去 给我跟走 我不要 住手 是 你们什么人哪 干什么的 哪来的丑家们 笑一跳 我跟你讲啊 实相的 少管闲西 给我看 你们咱们还欺负人哪 说他们要强裁我们家的房子 说要盖什么项目 对 饭可以乱吃饭不能乱讲 给不给你钱 给不给你们钱啊 这人给的钱 那就不叫毁了 那叫赔偿 懂吗 谁向你们授钱 那是你们硬塞的强迫的 对 我们不要钱 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房子 就是 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吃法酒是吧 哎 小伙子 有话好好说 大家都是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一辈子的 怎么能说拆就拆的 少这么废话 这块地也被我们老板看上 就是你们的夫妻 你们老板是谁 吴老板 吴强 就是请平常从来吧 白家人你以前给他挑好 你送我去了 对对对 就是那个白眼狼 说了太婆 边上的房子是底下的吧 是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 底下的房子 也在三千之内 给 拿着 房子我们收下了 我不要你们的钱 杨阳好不容易把房子买回来 绝对不能拆 哎呦我操 我警告你 这房子 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真我心情好 傻他们肉 把我 哎 你们 你们还有没有玩法了 哎呀 干脆报官 把他们抓起来 对 哎 话子不能乱说 你拿钱 我拿房 这么正当的买卖 又怎么跟人工 玩法查商关系呢 没有的事啊 丑老婆子 我警告你 两天之内给我搬走 不然的话 我们请你走 哎 你们 走了 走了 哎 陆总 那边都警警告过了 两天之内 他们又是不搬走的话 咱们就强拆 喂 丰收村这块地 我已经买下来了 你什么时候带我见陆泽民 我花钱盖项目 无非就是为了跟牧师集团走的进行 你马上给我安排 快点 来来来来 过来 你不要这么太方便 死了 菜婆 滚远点 滚了菜 给我菜 今天晚上 我把这个推了 我才会把你给推了 他们在那边 我怎么给他压过去啊 你给我撞 给我撞 我就不信他会不怕死 给我撞他 你给我撞他 你个废 等你 我看看是你的命力 还是老子铲子硬 没了 小哥哥 我当时没了 就这种房子 这种房子没了 你给我撞他 出手脖子 在这种房子 他不活啊 啊 他不活啊 他不活啊 飞铁啊 回来 快 啊 他不活啊 我一个 啊 他不活啊 猪白你还是死的 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对抗我的下场 你今天要是拆的话 就从我马叔分身上压过去 臭八怪 你还敢挡着我 他妈就压死你 大姐们 不要怕 一定要抗争到底 如果今天让他们把张婆婆的家拆了 那我们奉手村 就会被一点一点的拆光的 不许猜 杀开 如果你们别这么敢在这边拦着 我就把你们的重池都拆了 不许猜打他 不许猜 你们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不许猜 不许猜 哎 说分 说分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腿瘦了点伤 月儿 哎呀 慢点慢点 无强啊 他带了一帮人 又来我们村裁房子 哎你说怎么办呢 要不想说不懂 把大人都叫回来 不是成了大人物了吗 哎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 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月儿 不要给浩浩打电话 我不想让他担心我 你都这样了 浩浩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啊 他心里不很难过的 再说了 你都受伤了 怎么着也得让他知道 来了嘛 找不得也带大 那房子也没用他 能被拆吗 你说什么呀 没什么没什么 你想拆 啊 无强可是带着物数集团就个这来的 要不然村子都进不来 我妈以为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结果 我那墙拆的 就是了 这人哪 一有了钱哪 就没良心放本 不是好好做的 一定不是好好干的 他没有告诉姑姑呀 这种万本的事情 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你的房子还得老是亲手盖的 就是了 没人性 不孝顺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有什么误会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们不要乱说呀 你们不要乱说呀 你不要冤枉我靠靠 马树芬 你儿子不干人事 他别我们说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吵了啊 别别别别别别吵了啊 相理相亲的 少说眼去 少说眼去啊 什么相理相亲呢 我们这种还说那乡下人 可不能跟他爬着亲戒 爬到城里可以坐大别墅 我们呢 只能睡三个窝里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这都是事实 哪句话说错了 里面人都给我听好了 想要活命的 赶快从房子里面给我滚出来 谁要不出来 我就连你们带房子一起退了 现在出来的话 我给你们八万块 我给你们六万加六万给你 我给你们六万加六万 我给你们八万块 你去把那个丑老蔡伯叫 我给你六万加六万给你 嗯 你干什么 你给你干什么 师父为了保护我们崴的脚 现在该我们保护他了 算了天了你了 我目前是给牧师集团办事 不想死呢 都给我滚开 这是我的个村子 里面都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死也不让 喂不让 让你们坚持多久 要上 好好 书芬 他们没有走 他们在保护我呢 不能不能 你慢点你慢点 我让大家为了我平民 你真不能去啊 你的脚还没好呢对呀 不能在大家背后有个事 不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跟你在一起 你为我的房子不论 我也要为你批误 哎 别 哎 别走 浩浩啊 你妈受伤了有人要塞我们的房子 啊 快回来吧 嗯 吃什么 臭八怪 你的命可够硬的呀 看合同吧 这可是牧师集团的合同 他们让我们猜的 知道牧师集团吗 他们可是全国最顶级的集团 啊 你们这帮乡巴佬可别自讨骨痴 牧师集团 你让牧师把他总裁出来 让我跟他对峙 你以为你是谁啊 啊 让牧师集团的总裁来跟你对峙 人家可是全国首富 人家会出来跟你对峙 就连我 也只能跟人家的手下打打交道 你呀 你边去吧 那你知道 他是谁吗 他是谁 他不是个仇八怪吗 啊 他就是牧师集团 牧师集团牧师集团的青春母亲 我刚费琴给牧师集团打电话了 你敢动 我让你吃不了狗的狗 你是牧师集团的母亲 我好害怕 啊那您说 我该怎么办 你让这些财契的人撤走 我会向他跟你求情的 开什么玩笑 我早就把你做了 你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刘洋 一个叫刘昊 刘洋是个窝门 对 刘昊二十年轻鞭子 你给我装什么装 那如果 刘昊 就是 陆泽民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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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你幻想呢 啊 全国首富 你儿子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干得对对 告诉我 如果 他真的是你的亲生儿子的话 他会让我来猜这本地 你个老虎兔蛋 滚开 哎 住手 哎谁呀啊 你外面都来的 不是说过让你猜吗 谁呀 死他就是牧师 谁拿个手猜 牧泽民 你 妈 你没事吧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 牧宠能到这个破地方来 真以为这丑八怪是他妈呀 好好好 好好你快告诉妈 真的是你让他们 来猜 送死你的房子吗 怎么可能 就是我的家呀 哈哈哈哈 哎 你把你儿子都叫出来演戏了啊 我闭嘴 他们来说 你要拆了春子建什么项目 他手里还有什么合作书呢 你探住 王总 哎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这可是牧总签的合同 你别给我碰啊 这道铁府里没事 牧总我想起来了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但是当时并没有搞你的身体 那这合同村是从哪来的啊 当然是牧总签的 我告诉你哈 我是替牧师提供来的才签的 如果你敢拦着我 你们都得完蛋 闭嘴 你好大的胆子啊 我告诉你 我可是跟牧总吃过饭的 你敢这个样对我 你跟牧总吃过饭 他是谁 我也不认识他 我告诉你 老实点 带我面试集团来了 吃不了兜着走 我爸要看看你今天能叫来谁 副总我找到了 吴强他子女两头行 所以他们当个小孩 还承认了模仿队 结束头套 你看 行律室的民意 你这吴强和他情侣 费切 发起民事诉讼 让他赔偿给这些村民 五分钟之内 买下这个村子 归入孟师集团 是 带走 哎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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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浩浩不会这样做的 不就会我做的 所以 真的是你让吴强拆的村子吗 怎么会的嘛 这个是我的家呀 我也不想毁了他 相信们 这一份是真正的 牧师集团的合同 大家要同意的话 在上面签个字 这边的钱 就都是大家的了 所以 牧师集团 还是要抢走我们的房子 我们不签 对 不签 别想赶着我们 我不走 这是我的家 钱我也不要 果然是有了钱就忘了 我们是中了一辈子地的人了 没了房子 没了地 你让我们怎么活呀 不是的 大家误会了 这份同意书是委托我们 牧师集团 免费帮大家修赏的房子 而这份钱 是在修赏期间给大家资偿还 白掏钱给我们 啥都不托 天底还有这么好的事啊 是啊 这不是赔本的买卖吗 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书 放心吧大家 我也是在这出生的 我希望这里变得更好 我知道 我这辈子最温暖的时光 就是在这度过的 我离开了封书村20年 我记得这里的点点滴 还记得小时候 在码头等你打鱼回来 大家都会温柔的叫我声浩浩 浩浩 又一个人等妈妈了 那要注意安全呢 不要自己下水哦 好的 好 乖 浩浩 浩浩 来 这是大叔捡的宝贝 给 喜欢吗 真好看 谢谢 好 玩吧 浩浩 让妈妈趁着新鲜 做给你和弟弟吃 饭白纸 找生理吧 阿姨 这么好的东西 你应该自己留着呀 真鬼 我记得这里的每个瞬间 我希望把这的人情味都给留下来 各位 我没有忘本 也不怕亏损 因为这里是我们每个人的家 好好好 浩浩啊就是浩浩 舒芬 你这是生了个好儿子 妈 妈 您没事吧 那我背您回去 莫总 这边这里这里我都看过了 没问题 哎呦 写作业的哈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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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你俩我慢点啊 给我 问你 来你们俩小心俩啊 请问您是马书芬吗 我是 恭喜您 您已经被我们评选了一百位感动中国人物 您是全国最美的妈妈 来自是给您准备的奖杯 我们替您报了个名 那 爸我们就知道您一定行 最美妈妈 爸 我们是认真的 哎呀 舒芬 你是最美的 对 珠芬 你是最美的 妈 您在我们心里 您最美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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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